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注意到贝尔伯克外长还表示 德国和欧洲需要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并认为生产清洁技术的竞赛对绿色转型是积极的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派 我们不仅提前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 承诺将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服 还积极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贡献 据报道2022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 为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5.73亿吨 合计减排28.3亿吨 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折算碳解排量的41%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近期欧盟接连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风电设备等采取发起反补截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 发出保护主义的负面信号 欧方不能一边要求中方为应对气变做贡献 一边又打压中国的新能源产业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不仅会伤害欧盟自身 也将破坏全球应对气变的努力 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 还是开展新能源产业合作 中欧都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双方应当也完全可以做伙伴 给中欧和世界带来双赢多赢 我们希望欧房不要出台针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歧视性政策 避免导致双输多赢的局面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says he's going to come to Beijing for a visit in May Could you confirm that please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两国援手一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交往 确保中俄关系始终顺利稳定向前发展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目前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Germany's Ambassador to China announced yesterday on Twitter that she was summoned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Beijing in relation to four German citizens being arrested this week in Germany for allegedly spying for Chinese secret services Can you gi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why was she summoned and what was she told about in the meeting 所谓中国间谍案 纯属无中生有 中方已就德方的无端指责向德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 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方的污蔑抹黑 要求德方对损害双边关系的企图 保持警惕 加强约束 立即停止恶意炒作 停止反华政治闹剧 切实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I have a follow-up question about the German ambassador being summoned yesterday On the 31st of March 2022 The Australian ambassador to China complained that he couldn't enter the courtroom for the court case of Changlei the Australian citizen who was charged with spying in China You said at that time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Chinese judicial authorities try cases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law and fully protect the litigation rights of relevant individuals Relevant sides should earnestly respect China's judicial sovereignty and refrain from interfering in the law-based handling of the case by the Chinese judicial authorities Why was it inappropriate for Ambassador Fletcher to comment on the China's legal system at that time But it's appropriate for you to now summon the German ambassador to complain about Germany's legal system and its actions I think you should be able to compare these two things is completely wrong 关于你提到的程雷的案件 中方与官部门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 大家可以查阅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相关案件 并作出判决 充分保证了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 尊重并落实了澳方领事探视 获得通报等领事权 中国是法治国家 完全依法办事 至于你提到的德国的所谓中国间谍案 我们已经多次强调 所谓的中国间谍威胁论 纯属无中生有 我们坚决反对 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 中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平等相待 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发展中德关系 这有利于双方 也有利于世界 我们也希望 德方对损害中德关系的企图 保持高度警惕 反对阻止政治操弄行进 切实维护好 发展好 中德关系 所以我想你应当清楚 这不是什么司法体制的问题 While in Beijing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has stressed that a key priority of his was to stress to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ingly opposes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hip and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including what the United States sees as China's support for Russian defense companies and the Russian defense industry Can you help us understand specifically how Foreign Minister Wang responded to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when he brought that up earlier today Secondly in response to the U.S. concerns Is China willing to take any steps to limit its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today and going forward 关于中美外长会谈的情况 刚才我已经做了介绍 正对你刚才关心的问题 我也愿意 做一些原则性的回应 美方一边出台 大规模援助乌克兰的法案 一边又对中俄正常的 经贸往来进行 无端指责 这种做法及其虚伪 也十分不负责任 乌克兰危机的根源 在于欧洲长期积累的 地区安全矛盾 只有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通过对话谈判 建立均衡有效 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 制造者和当事方 我们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向中国甩国推则 解决不了问题 也缓解不了有关方面 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被动局面 解铃还需吸铃人 我们奉劝美方 不要再试图向中方甩锅 而应当为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 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中方从不拱火交游 更不趁机遇利 也不接受甩锅推则 我们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公正一边 为早日结束危机 发挥建设性负责任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将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据报道25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 2023年俄罗斯进口的微电子产品 有90%来自中国 中国还为俄罗斯提供卫星能力和成像技术 中方称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 同时却继续助长二战以来 欧洲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两者不可能兼得 请问中方对自由和评论 北约秘书长的相关言论 纯属不风捉影 意在对华推责 转家矛盾 中国不是危机的制造者和当事方 我们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 中国不向交战方提供武器 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想 包括民用无人机出口 但是有数据显示 俄罗斯进口的武器零部件和两用物品 超过60%来自美西方 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光明正大 符合世贸规则和市场原则 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外部的干扰和胁迫 北约对危机本身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当反思自身扮演的角色 停止甩国推则 切实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 做些实事 中方一贯支持 增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威 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别 通过对话协商 实现内部和解 加强内部团体 我们关注到今天上午 王毅外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请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今天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 王毅外长说 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只跌其稳 但负面因素仍在上升机具 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态度 立场要求一以贯之 始终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 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始终坚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原则 始终主张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王毅外长表示 去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 在旧金山成功会晤 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剥划了旧金山愿景 双方应该不折不扣 加以落实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下 中美关系下步如何走 首先要回答好一个根本问题 那就是中美究竟是要做伙伴 还是做对手 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发展的 第一颗纽扣 如果美国总是把中国当作最主要对手 中美关系就只会麻烦不断 问题重生 王毅外长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一跃的红线 中方要求美方不折不扣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不得以任何方式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切实兑现拜登总统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不将台湾作为工具 遏制中国等承诺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王毅外长指出 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力不可剥夺 美国针对中国的经贸 科技打压措施层出不穷 这不是公平竞争 而是遏制围堵 不是去风险 而是制造风险 美方应该将不寻求 遏制中国经济发展 不寻求同中国脱钩 无意阻止中国科技进步的表态 落到实处 停止炒作中国产能过程论的虚假叙事 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制裁 停止加征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301关税 王毅外长强调 亚太地区不应该成为大国决斗场 希望美方做出正确抉择 与中方向下而行 在亚太实现良性互动 放弃搞排斥对方的小圈子 不要胁迫地区国家选边战队 停止部署陆基中岛 停止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 停止破坏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负责任的管理两国关系 是美中双方的共同责任 美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不寻求同中国脱钩 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 一个发展成功的中国 对世界是好事 愿同中方一道 在两国元首旧金山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向前走 加强对话沟通 有效管控分歧 避免误解误判 推动美中关系 稳定发展 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 巴以冲突 以及朝鲜缅甸等问题 交换的看法 双方一致认为 会谈是坦诚 实质性 建设性的 同意继续按照两国元首指引 努力稳定并发展中美关系 双方肯定旧金山会晤以来 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 取得的积极进展 同意加快落实两国元首 在旧金山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接触 继续开展两军交往和各领域磋商 进一步推进中美禁毒 弃变人工智能合作 采取措施扩大两国人文交流 双方研究了国际地区热点问题 加强沟通